大家好,這場比賽呢是在VS上對戰對手一個15級的NP 不過呢這個人應該是一個馬甲不只15級吧 他的ID是我是誰 因為我在前幾個賽季看到他在那個ICCUP上中國排行版 都是B加還是A-我記不清楚了 反正前幾個賽季好像都是排在中國前五吧 肯定是有一點實力的 我當然這場比賽就出身在對魂的左下角 還是老樣子準備常規SKT開局 放下房子 今天就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上ICCUP登錄了幾次都是 後面這幾次都是不知道怎麼回事 就那個 軟件那個插件有問題用不上 所以就 就只好在VS上再來打了吧 並侵犯同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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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採切 然後採切 B音好了後做總攻 同時侵犯機槍停下樓 因為我看了一下那個教主現在的探路方式是 就是 就是說 他打四人圖的話 就直接是先探兩個近點 然後 就是說再探遠點 主要就是 我想他可能就是 先看近點有沒有裸霜吧 裸霜的話 近點就直接Rush 遠點的話 就放過P馬 就自己在開框打出雷車吧 然後 二三框連看 喔 這是一個奧運開局 看他叉叉來的時間 這操作沒操作好 又被打死了一個 躲進來 他來插我龍命 他打我哪個龍命我就跑 三個了 等一下 等四個 先上去 等第四個機槍出來 然後就可以打了 喔好的 中攻好了 我因為怕他的龍騎上來 所以先還是耗他一點VLOS去 我果然上來了 先還是點VLOS吧 因為VLOS對機槍的傷害要大一些 龍騎傷害是10 不管他 他應該也要下去了吧 不管他 探到了他 在右下角 是一個近點 一二三二三個水晶 常規開局 常規的奧運開局 然後接二框 那麼 他因為他的VLOS死了 那我還是推一波 不過呢 因為 他算是一個B加的 不是 我佔的便宜就 應該佔不到那麼大了吧 反正先推出去再看吧 有些死的龍騎 有些死的龍騎 打這種高等級的P的話 這裡 操作就要 稍微 集中一點精神吧 追擊一下他龍騎 啊他在點我的坦克 坦克後撤一下 來 被捕了一炮 稍微再壓一下我就差不多回來了 機槍出現Bug停住了 好 好的 還好 這個 我的雷射沒被點死 買兩顆雷在中央 然後去他的三掛 放下 二兵 二中攻 恢復彩氣 這裡買一個 那一個 就 就是說走這裡 太弱了 就 看他在那裡 修 修沒有修一個水晶 然後看一下 進去的兩門有沒有機會 喔沒有 走吧 被打掉了 這算 算是一個失誤了吧 嗯 由於我保存了大概五個還是四個機槍 所以說 等一下我在三坦克的時候還是準備 火力試探推一波然後開三框 放下B 剛才那個我準備在六點鐘 六點鐘 就是說 買一顆雷 結果操作時候也沒有去 看一看他是不是在右上角開三框了 因為有的P就喜歡就是說 嗯 就是說單BG 補成雙BG VR後 直接就去開三框了 啊沒有 那麼還是就是說比較正常的開去 咦 這裡什麼時候進來一個農民了 被他打掉了 反正也沒什麼看的 看他快看吧 最多就知道我沒有直接兩框一波 好的 現在推他一波 火力試探 然後去開三框 這裡要好好的操作一下 架聲好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個龍器 那麼雷車操作好一點的話 還是能打過去的 好的只剩五個龍器了 架起 做一個BU 同時開三框 下威 操作一下 哎呀呀呀 糟了糟了糟了 這三個坦克被炸殘了 直接炸殘了殘型 這就是操作 這就是操作失誤了 接兵也沒接上 不然很有可能就給他了 就是說直接推死了 不中攻 他現在就是說 他這種等級的皮革 就應該是明白我想 溜雷車了 肯定是作為全方溜的 這時還沒開三框啊 可能在六點鐘等一下去看一下 如果沒有的話 就可能是兩框訴訟財了 六點也沒有 那就有點奇怪了 那就很可能是兩框訴訟財 管他的我就先報病 進不去 這麼多兵啊 這麼多兵的話 不知道是他報兵好 還是直接就是說 兩框先報兵 我還是 在入口做一些建築 賭一下吧 這裡我剛才忘了 就是說我的 B7住在這裡 在這種境點的情況下吧 就是說很可能他的OB 飛過來就被打了 這個在每個點位 每張地圖都是有不一樣的位置 做那個BT來打OB的 人家說很多時候呢 就是運氣好 就說不定就把第一個OB給他打了 因為P的第一個OB肯定就是說 是要飛往T加的 看發展情況 第二個BT再去排雷 很多時候 特別是這種境點 他如果OB死了 沒有看到我什麼情況的話 他就會很緊張 怕我是兩框一波 這裡是買雷控圖 然後看一下12點還有沒有偷框 我升攻防 一切按正常的來打吧 反正我的三框都好了 他才放下三框 來壓我了 那麼好像是要衝我一波 買好雷 多買雷 買一點 如果是兩框6BG的話 就很可能把我直接帶走 以前我沒有做這個違章建築的 就經常被兩框6BG帶走 或者就是說三框直接爆兵就把我帶走了 還是猥瑣一下 只要撐過這個階段就好 他是三四框連開啊 延緩一下他的時間 他的OP在我家我已經看到了 放下三七 氣框有點缺 同時掛雷達 找一下他過來 過來的龍蜜 看有沒有機會找到 好像還沒有拉過來 可能走三框拉過來吧 下面好像是龍蜜 看一下 這裡還可以撿兩個龍蜜的便宜 運氣好吧 看還有沒有龍蜜 沒有這是三框才開好啊 那真的是可能兩框6BG 再接那個 就是說仲裁再三四框連開 看他很很忌憚我 就是說近點到兩框一波 確實鬥魂這種近點也有點近 缺氣三七彩 撒一把雷達 看一看他是 什麼打法 喔 那這 這就是優先爆兵在仲裁 這時才出仲裁 七個龍蜜 兩隊雷車去吃一下 看能不能爆一個餃子 給他爆掉 繼續補兵 不中攻 好了 看來有機會 看後續趕 那就雷車稍微朝後面退一點 因為我的三框 他找那麼多爆兵爆了一會兒 如果他這時來衝我的話 不可能衝得下來了 所以我稍微趕拉出來一點 其實這裡我又沒有運營好 就是說機場 機場造了很久了都忘造VI和VA了 這導致就是說兩攻一防不能同時升級好 果然現在一攻已經升好了 升一防了 這等一下重攻造好飛起來吧 這又沒有造好 現在要做的就是運營憋兵等攻防 這裡等一下 這裡等一下 肯定就有一點偏差了 不能在兩攻一防的時候出門 那就到時候一攻一防的時候出門 這算錯過了一個timing了吧 升二攻 做一下防左一手 看來他有那種時刻想衝我一波的打算 反正 慢慢往前蹭吧 因為我現在又研究了一下教主的打法 他就是說沒有直接推的 很多時候就是說恰好等別人拿 現在我也就這樣做了 這裡肯定有OB打一下 在上面 打一下 稍微操作一下 打掉 走 這裡還佔了一個容器的便宜 小賺了一點吧 他的兵現在都在這裡的話 那麼等一下我就準備在 那個 上面還是就是說 我的三礦到 上面四礦 準備買很多雷 這就是說我的老習慣老樣子 他現在才拿農民去採四礦 那麼 就是可能才放下補礦 等一會兒我去打他的話 就是剛好四礦運營吧 運輸機想可能空頭閃電 或者引刀 不理他 反正我三礦已經放下了BT了 埋下來 中我科技球 好 好的準備出門了 出門的時候 開四礦 我等一攻一防升好我就出門 他龍騎排了 果然是龍騎排了 那麼就準備出門 編好隊 一防升 升好了吧 好的 升好了出門了 因為剛才我已經 看到了他那個 VA建築的時間 所以這時候大概 仲裁可能有 112的能量 就是說最多 他就只有一把冰凍 等一下交戰 再放下基地等一會兒飄到五礦去 六點沒有開 他的阻力 這兩個地方沒有的話 那陣型就非常不好啊 他的陣型 他想衝我的話不可能啊 我兩百人可 難道他會以為我的運營達不到那個水準嗎 果然他的陣型不行 Zelote在後面 還閃了一些 好的 接兵 架好 等他來衝 來了來了 交戰了 雷車頂在前面 做好纏繞 反正雷車不要前右 造得快 把他的打掉 好的 他的 第二個仲裁還沒出來 好的 兩攻一防升好了 然後後面退一下 等雷車 一步一步一步的蹭過去 不急嘛 大概一對龍騎大 直接就 稍微可以平退 慢慢的架幾個過去就可以了 這些龍迷是 脫墟才無法 震一下 好的那就完全沒有冰洞了 先把他的門口這個橋口 這裡慢慢蹭過去封鎖住 然後等一會兒 就是說 穿坦克去 學教主拆他的框 拆把他的二三框 應該是很容易就給他拆掉的 然後等下他上面兩片框 我就三片框 那麼我就占便宜 他們的再打 不急嘛 一步一步的來 補兵 他去打我的師父 那麼我這裡 新出來的 新生部隊就可以直接去救 就應該救得下來 好了表一下他的運輸性 好像是沒有生好 我以為是兩房生好了 還要等一下 他在點我的基地好像就修一下基地再採放 點下他的 哎 哎 差一炮就給他打掉了 那麼現在他就是說 也沒有礦 那麼現在的話他機會就不大了 因為他的 因為他的 仲裁第三個才造出來 剛才第二個被我秒了 看一看哦 在等能量 那我也不怕他傳送 再等一下我就去打他上面 正面控制 哦他直接就機機了 好的 比賽結束 比賽結束